从二战结束之后美军就一直面临一个问题 防空这件事究竟属于空军还是属于陆军 如果空军与陆军共同负责的话 又该怎么细分其中职责 在这种矛盾之下 美军在装备研发上爆发了著名的奈及黄铜骑士之争 所谓黄铜骑士之争 其实就是两个军种围绕着防空进行的一场权力争夺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 海军航空兵夺取制空权 空军再进入制空领域 进一步强化天空主导权 然后海军陆战队的空中力量进入战场 横扫剩余的地面目标 这就是美军的作战理念 在这种情况下陆军做什么 貌似除了打扫战场以外也没什么可做的了 在一段时间内 陆军连防空任务都不需要负责 尤其是野战防空方面 为什么美军不注重野战防空呢 其实从二战时期开始 陆军装备的各种防空车打的是地面目标 主要用于对地火力压制 因为美国拥有空军 所以不需要陆军的野战防空力量 这并非火力军认为的美国空军天下无敌 而是美国空军从建立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埋下了这个矛盾 尤其是在美军装备研发过程中爆发的 奈基黄铜骑士之声 其中奈基指的是基于奈基计划研发的 系列防空导弹总称 后又被称为胜利女神防空导弹 黄铜骑士指的是RM-8舰用防空导弹 美国空军计划将其转变为陆基使用 奈基黄铜骑士之争的目的 就是想确认这两款导弹 是否存在任务重叠的问题 当时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认为 空军与陆军在防空和大陆防空领域 都有重叠的任务与角色 空军认为其任务是区域防空 陆军认为其任务是点防空 但美国国防部需要对每个军种的具体职责 进行快速准确的分配 否则就有可能出现重复研发武器系统 然而美军的黄铜项目失败 陆军获得全套陆基防空系统的研发采购 以及配备权利 按照正常的故事发展 这时候的陆军应该搞自己的野战防空体系了吧 话是这么说 但陆军并没有这样做 因为防空是空军的活 当初美军建立空军时 遵从纪委斯特协议 规定由空军采购并管理支援陆地作战飞机 并禁止陆军采购任何重量超过5000磅的固定翼飞机 结果就是 从越战到欧洲北越地区的驻军建设上 对陆基防空呼声最高的反而是空军 因为防空是空军的职责 但空军飞机需要一个个从地面基地起飞 才能形成防空力量 然而拥有陆基防空系统研制能力的陆军 对于野战防空的建设完全不上心 以至于70年代的陆军 只有两个解数导弹系统防空营 来为5个驻扎在德国的空军部队撑散 当然 美国陆军也不是没想过升级防空系统 并且还上满了约克中式自行防空炮 与罗兰导弹的引进计划 结果就是 约克中式生产了50辆早期生产型 便结束了项目 罗兰导弹也仅仅服役不到10年 便在1988年全数退役 在此之后就是苏联解体 在此之后 陆军野战防空便在百烂的路上 一去不复返 在此期间 唯一一次较为积极的努力 还是空军参谋长梅里尔·麦皮克 向陆军参谋长戈登沙利文提议 将A10对地攻击机 以及背后代表的密接近空支援任务 交到陆军手上 以此来换取陆军手中 对要地和战区中高海拔防空的研发权力 如果这个交易可以达成的话 空军和陆军都能利用不喜欢的任务 来换取各自需要的权利 理论上也可以防止再次出现罗兰 因为优先级被爱国者压死的情况出现 空军说 老陆啊 你那武装直升机天天干CAS的活 现在我把A10连同CAS全部打包给你 你把部分防空交给我就行 陆军说 老大哥呀 A10有点贵 我家底并不富裕 养不起 空军说 那这样 你把霍克跟爱国者给我 A10的钱 我帮你出来 陆军说 不行不行 我拿了A10 岂不是还要管你的空军基地 还是算了 没办法 陆军不买账 沙利文的提议也就无法可视了 在冷战结束之后 陆军对于野战防空系统的需求就更低了 虽然有多个计划立项 但都没有正式实施 直到1983年 波音公司出手了 在这一年 波音公司自行投资 研发新型野战防空系统 从项目立下 到获得美国国防部订单 并向陆军交付试验性的野战防空系统 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 并在随后昼夜作战环境下的测试中 成功击落178架固定野战防空系统 展示出非常强大的能力 于是在1987年8月 美国陆军授予波音一份生产合同 生产这款被命名为 ANTWQ-1复仇者的防空导弹系统 并在1988年交付美国陆军 复仇者防空系统拥有全天候作战能力 可以行进兼射击 这套防空系统由底盘防空导弹 以及防空炮塔组成 防空导弹采用的是独次 曾在阿富汗战场大量使用 在针对苏联空中目标方面 创下了近80%的命中率 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便携式防空导弹 底盘是汉马重型高机动车辆 号称越野之王 汉马车身的基本装甲与发射箱的外壳 可以防御枪弹与炮弹破片 在必要的时候还能额外披挂装甲 是世界上最好的军用车辆之一 让这两款标志性的经典武器结合 从而发展出的复仇者防空系统 并不是简单的优势叠加 而是实现了性能倍增 复仇者防空系统的炮塔 是通过电力驱动的 可以进行360度旋转 并以陀螺仪维持稳定 在炮塔中间还设置了射手座 两侧各配备了一组 可抚养的四连装独次导弹发射器 左侧发射器下方为光电瞄准系统 整合光学瞄准器 前视红外线侦测仪 自动影像追踪装置 以及激光测距仪 右侧下方则是安装了M3P型 12.7毫米机枪 并且复仇者还能连接到 前线防空指挥 控制通信以及情报系统 这套系统允许将外部雷达追踪的信息 传递给火力单位 为其指明目标信息 这套防空系统完全是自动进行的 既可以利用发射炮塔 作战舱内的控制台进行控制 也可以通过遥控装置 在距离发射车50处进行控制 由于体积较小 一架C130运输机 可以轻松运载三套复仇者防空系统 或五套发射装置 发射装置除了可以安装在汉马车上 还可以安装在其他车辆上 例如卡车 拖车 轨道车辆 或者是用作远程操作的自主单元 拥有高度自动化的系统 可以快速协助炮手 进行目标定位 识别 追踪 以及导弹锁定 从1998年开始 复仇者防空系统 可以依靠哨兵雷达与发射车之间的 数字化通道 自动完成信息处理过程 不再需要射手通过红外探测装置 或光学瞄准距捕捉目标 从而提高目标获取能力 并加快瞄准射击的射程 并且当发射车在战斗中损毁之后 也可以快速拆卸发射车辆 放置在地面上 或在其他车辆上进行发射 复仇者防空系统的首次实战 是在波斯湾战场上 之后也曾部署在波斯尼亚战场上 为北约部队保驾护航 而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 还能执行野战防空与基地防卫任务 并有出色的表现 行进间发射的命中率 可以达到88% 在这套防空系统中 最主要的防空武器就是毒刺导弹 在波音研发复仇者之前 毒刺导弹就已经在战场上展露锋芒 从1986年开始 美国大约向阿富汗的民兵组织 提供了900到1200枚毒刺导弹 总共发射了大概340枚 命中了269个目标 命中率接近80% 而在俄乌战场 这套防空系统又开始对俄军目标进行拦截 在2022年 当时俄军开始大量使用伊朗无人机 对乌克兰基础设施发动袭击 美国为了协助乌克兰建立防空网络 在2022年11月 首次向乌克兰援助复仇者防空系统 专门拦截俄军直升机与无人机 可以这样说 复仇者防空系统的整体性能 对于现在的防空压力的话 还算够用 但美国陆军是想要重塑野战防空的 所以仅仅依靠80年代设计的复仇者 似乎并不能达到美军的要求 于是美军又上马了新项目 近些年来 随着现代战场作战样式的快速发展 无人机 精确制导炸弹 巡航导弹 以及高超音速武器等武器的发展 让以往偏重打击高速高空目标的 传统防空系统难以有效应对 这为新一代野战防空系统带来了新的考验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重要指标 就是能够应对无人机 巡飞弹等 低空低速飞行目标 近几年亮相的采用弹炮合一的野战防空系统 几乎都体现和顺应着这一需求 2019年 俄罗斯首次展示了 铠甲SM炮弹合一防空系统 为了能够同时发现追踪多批空中目标 俄罗斯为其装备了新的搜索雷达 目标追踪指示雷达以及红外光电系统 配备的新雷达视野增加了一倍 探测距离从36公里增加到75公里 并且具备行进间射击的能力 而在土耳其展示的弹炮合一防空系统中 除了配备35毫米自动火炮与四连装导弹发射箱以外 还在最初设计图纸上设置了ITAR反无人机系统 虽然后来推出的Garuz弹炮合一防空系统 并未采用这一设计 但依旧装备了四枚超低空防空导弹 可见对低空低速目标的重视程度 而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研发的天空游侠30炮弹核一系统 配备了FIRST和TREO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 对小目标的探测距离达到20公里 同时还能选择XTAR3D型X波段有源相控阵雷达 这是运用在天空游侠35上的雷达 除此之外 天空游侠30还配备了无源定位天线与干扰系统 用来检测干扰目标无人机的无线电控制系统 另外天空游侠30的最大创新点 在于除了弹炮合一系统以外 还集成了激光系统 显然近些年的几次局部冲突 已经让越来越多的陆军明白 建立野战防空的重要性 即便是拥有强大空军与陆航的美军 同样也不例外 2018年 美国启动I'm sorry的项目 选定了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的设计方案 采用弹炮合一的设计 可以利用小口径高炮与短程导弹 形成远近世界互补的防空布局 以此来应对大密度来袭的多种空中目标 为旅集作战单位 提供针对无人机 飞机 火箭弹 以及迫击炮弹等野战伴随防空能力 根据美国陆军的计划 M-SORRY的野战防空系统会有三个型号增量 其中增量一是通过其他交易授权流程进行开发 2020年 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 获得一份价值12亿美元的合同 将意大利研发的防空炮塔 集成到斯崔克装甲车的地盘上 为美军生产M-SORRY的野战防空系统 火力配置方面 在防空炮塔右侧搭载四连装独次导弹 装备XM914型30毫米口径链炮 以及7.62毫米同轴机枪 左侧装有两门AGM-114地域火导弹 这种整合式的炮塔能够让M-SORRY的防空系统 有效应付各类空中目标 其中地域火导弹还可以打击空中慢速目标 与地面装甲目标 XM914炼炮可以打击小型无人机 独次导弹则是用来对付高速空中目标 比如武装直升机与低空飞行的战斗机等 炮手也不需要离开车体 只需要半身探出就能重新装填独次导弹与炼炮弹 可以大幅提高作战效率 此外 这座防空炮塔也不会占用车体内部空间 在无防空任务时还可以充当装甲运兵车 I'm sorry的最主要的侦察设备是安装在底盘四角的四面多任务半球雷达 重量轻性能好 专门用来全向追踪和定位低慢小目标 具备360度探测追踪能力 对战斗机的探测距离为30公里 对小型无人机的探测距离为5公里 可以与美国陆军现有网络集成 也可以与单兵雷达互相操作 凭借斯崔克装甲车 I'm sorry的野战防空系统 拥有良好的机动性与一定的防护能力 能够伴随美军旅集作战单位进行野战防空任务 同时也可以作为基地防御体系的一环进行要地防空作战 在2024年的美国陆军预算文件中 陆军要求增加4亿美元的预算 用于采购I'm sorry的增量1系统 I'm sorry的增量2又被称为定向能版本的I'm sorry的 主要武器为50千瓦的激光武器 美军对50千瓦激光武器的开发开始于2019年 雷神公司在2021年获得开发合同 并在测试中成功击落多种无人机 并计划在近两年进行用户测试 不过根据陆军的说法 增量2在防御火箭炮 火炮以及迫击炮等方面 仍然存在着挑战 根据2024年美国陆军预算文件 陆军还要求将1.1亿美元的资金 用于研发 开发 测试 以及评估 50千瓦激光武器与原型车辆 而在今年4月份 陆军已经在伊拉克实战化部署激光系统 至于增量3 美军计划将下一代进程拦截导弹 融入增量1系统中 将用来取代毒刺导弹 采用增强型动能杀伤战斗部 并通过大量微型侧推火箭发动机 来调整导弹的飞行姿态 拥有非常不错的机动性能 根据计划 要求增量1的30毫米炼炮 能够发射XM1223多模式进炸空爆弹 这是一种多用途弹药 可以打击空中 地面 以及人员等目标 并由洛克希德公司 与雷神公司进行开发 预计将在今年进行技术演示 2026才年进行作战演示 并在2027才年做出生产决定 看到这里 各位应该明白了一点 I'm sorry的防空系统上的所有武器装备 包括底盘 都是美军手中现成的 只需要进行排列组合 就能够快速装备美军 还融合了防空和反装甲 打破了反装甲武器与防空武器之间的界限 又集成了反无人机等功能 这是未来进程防空武器装备发展的一种趋势 未来几十年 战争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必然会越来越高 无人机的发展会更快 陆军面临的威胁只会越来越大 只有打破传统模式 陆军才能掌握战场主动权 而I'm sorry的防空系统 就是美国陆军适应未来战场的突破口 你们觉得在野战防空方面 美军的发展思路正确吗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什么想讨论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下期再见